Good morning! 今天我就来分享我平常如何编辑影片 用什么软件 还有一些基本的编辑技巧 我平常都用相机或手机来拍摄影片 所以影片非常多非常乱 在编辑影片之前 我会在电脑把它们都归类 比如morning、breakfast之类的 这两年以来 我都用剪映专业版来编辑我的影片 剪映最大的好处就是免费的 再来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免费素材选择 登入账号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备份 然后你可以在其他的电脑上 登入账号 然后继续编辑你的影片 但是要记得哦 手机和电脑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不能共用 而且我觉得非常适合初学者 非常容易使用 首先点击开始创作 导入你想要编辑的影片和素材 你可以一次性把所有影片都拉进来 我平常也会用Canva来创作一些个人素材 Canva也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导入所有影片之后 我去开始编辑啦 首先我会慢慢选出我比较满意的片段 然后拉下时间点 平常我都做Vlog 所以呢 从早上到晚上好好的排出来 一开始我会把那些多余的片段大概剪掉 通常大概剪辑一个十分钟的影片 我要用上好几个小时 这部分是最费时间的 同时我也会编辑一些片段 我会在画面里面 拉大或拉小 或者在旁边的框框里面 缩大缩小 一个画面太长 会变得很单调 拉大拉小有不同的效果 或者你可以加快速度 这些基本编辑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点击你想要编辑的片段 然后在右边 你就可以随便编辑 其实这只是一个草稿 加上滤镜特效和音频后 我会再做调整 有时一个画面突然跳去另一个画面 会很奇怪 比如这个 我会加入素材交代转场 我会在左边的素材库里找素材或背景 再拉入时间点 之后我会再加一些文字交代 基本编辑就这些 让我加快速度把草稿完成 通常片头我会让观众大概知道影片内容 我会选一些精彩或美丽的片段 再把它们剪短放在片头 为了不要混乱了片头和影片 我通常会加上片头素材 这素材就是我在Cava做的 制造素材时 把抠涂部分放绿色 方便抠涂 我把素材放在该影片上面 素材暂时遮盖了画面 再把它拉成整个片头 再去U框进行抠涂 点击抠涂 取色器 再点击画面里的绿色 把强度和阴影调到最高 扣涂完成 音乐可是Vlog的灵魂 音乐能帮画面带出感觉 我用的是Artlist 这是需要付费的 以前我一直遇到音频版权问题 编辑好上载影片后 甚至上载几天后 突然因为版权问题 影片被静音了 整体破坏了影片的感觉 白费了我的心思 所以我决定付费找配乐 我还有一个不用付费 又没有版权问题的方法 YouTube Studio 虽然选择没有付费的多 但是是免费的 如果音频要注视版权 你就注视在描述里好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下载音频后 就导入音频 视听一下 喜欢的话 就拉下时间点 播放看看适合吗 不适合就换到适合为止 你可以去右框 编辑声量 单出或带入等等 在上面点击字体 拉入你想要的字体 或默认文本 在该影片上面 然后在右边编辑 然后在右边编辑 右边框里有很多字体选择 也可以在画面里移动位置 如果觉得太单调 加点贴纸 在上面填入你要的素材名字 找到喜欢的 点击加或拉下来 放在时间点上 我很喜欢坚硬的转场 非常多选择 选择一个喜欢的转场 把它拉下来 放在两支影片之间 可以在右框里 调整转场时间 或者在时间点里 拉长拉短时间 除了音乐 影片调色也是带出影片感觉的一部分 最基本简单的方式 加入滤镜 说真的 简硬的滤镜 基本上已经很漂亮了 方法一 拉下滤镜在该影片上面 再拉长拉短 方法二 直接把滤镜加入影片里面 然后在右框里 调整滤镜强度 再复杂一点的调色 点击该影片 在右框里 点击调节 在里面 你可以调节 色温 色调 温饱度 对比度等等 这些调色 因人而异 有些人喜欢黄一点 有些人喜欢冷一点 有些人喜欢暗一点 有些人喜欢亮一点 让你们自己磨锁吧 我一定会把一些标题或想法加入影片 有时不需要用语音来交代一切 文字更失忆 画面更美丽 通常我会很用心的设计文字 颜色 背景 阴影 或花子 我也会加入动画文字 点击动画 里面有非常多选择 再拉长 拉等文字时间 如果想要影片更生动一点 可以加入一些特效 这也是剪映最大的优点之一 比起很多免费的编辑软件 剪映的特效真的太多了 步骤一样把喜欢的特效 拉到该影片上面即可 想做出观众的注意力 可以加入音效 点击上面的音频 左框里点击音效素材 选择你要的音效 拉到该影片下面 在右框里调整音量 在右框里调整音量 音效也可以copy and paste 非常方便 除了素材边框 其实蒙版也可以当边框 点击该影片 然后点击右框里的画面 然后蒙版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蒙版 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蒙版 然后点击背景 你可以选择单色或图案 最后在画面里调整蒙版的大小即可 这是我从其他软件换简映软件的最大原因 简映有智能字幕 帮我省太多时间了 点击上面的文字 再点击右边的智能字幕 点击开始识别 点击开始识别 你在影片说的话 都会自动成为字幕 厉害吧 当然都会有一些错误 就做一点更改好了 编辑字幕也很方便 一旦你编辑一个字幕 其他字幕都跟着改变 无需编辑每一个字幕 点击右上角导出 给作品取个名字 清楚导出至哪里 方便寻找影片 这是我的导出设置 如果上载YouTube 强力推荐MP4 这就是我平常编辑影片的过程 有什么问题或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我哦 这就是完成的作品 可以点击影片看看效果 谢谢大家